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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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家仲杰 我是Vicky和柯英文 现在和大家看看本港股市的焦点股份的表现 今天恒新指数在11点之后上升了 暂时升了三百多点 当中有些好消息的出现 今天10点多的时候 也有官媒指9月内地的流动性会收紧 据内地的专家指 为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预计央行将会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 合理适度地供给流动性 降准或加快提上日程 分析人士指出 进入9月预计地方债货行缴款的影响 仍然难以避免 再考虑到季末 折假日 信贷投放等因素 客观存在是较大的保水需求 或者成为降准式时落地的催化势 不知道是否因为降准的消息出来了 令到市价格越升越有 暂时升了三百多点 而且成交都挺多的 暂时都有505亿 再之后和大家看看比亚迪 今天升幅比较大 升超过5%上来 原因是因为它的中期业绩 看回它的业绩 显示比亚迪股份上半年 净利增长2倍 去到109亿元 好似瑞银 就认为它的次贵业绩 表现是合乎预期 陌生高端的产品 兼扩大海外销售成为增长的关键 目标价提到320元 高成就说它的毛利率 按联系升了4.3% 到18.7% 显示控制成本方面表现挺好的 比亚迪也开始进军海外市场 凭它出色的产品 预计海外市场 将会成为公司的增长动力 维持买入的评级 目标价提到337元 现价暂时237.4 比起距离 大行目标价提到300元 流上有一段水位 再之后和大家看看移动股 美图公司1357 暂时升1.9% 今天最高更加上到2.95% 暂时报在2.92% 再看美图 最新公布上半年的经调整 正利润按年增长3.2倍 去到1.51亿 主要由于人工智能 新成内容 驱动影像和设计产品 相关订阅收入所带动 至于列帐日利 亏转型达到2.28亿 不怕一个中期息 半年收入方面 增长2.9% 去到12.61亿元 影像和设计产品收入 增加6.2% 去到6.02亿 无利率方面 亦是大家的焦点所在 安年增长8.8% 去到59.8% 这份业绩带动到美图 今天中午收市 升了1.9% 最后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 中午收市的表现 看到恒新指数 看到内地股市 上证方面 升了43点 报3,141点 深证成分指数 升246点 报10480点 湖深300 升54点 报3,806点 创业版指数 升71点 报2131点 恒指方面 今天中午收市 报18,496点 升365点 国企指数 升141点 报6,387点 代施成交 暂时有508亿 今个环节就差不多了 稍后我们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再见